- 大家好,这里是幸福碰碰碰,我是主持人Nina,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去美国的奖学金,今天我们的做客嘉宾是Devi,Devi,hello! - 你好,Nina! - 哈哈,Devi今天好帅啊! - 啊,谢谢! - 一直都这么帅是吗? - 没有,没有,就今天! - 首先要恭喜你,获得了去美国的奖学金,谢谢! - 那你是如何得到奖学金的呢?是通过他们吗? - 对,有他们的功劳,比如说,这个是我墨尔本赢的,这个是我学校里赢的,这个也是墨尔本,这个是... - 这个是什么? - 哦,这个,这个是我去澳网,所有网球明星签的名,花了我很多兴趣。 - 那他们是世界上著名的吗? - 世界上,就是旁边一,二名,纳达尔,费德勒签名都在上面。 - 还有费德勒? - 对啊。 - 哇,哪一个是费德勒的签名? - 啊,费德勒是... - 这个。 - 哇,好酷哦!那,所以说你获得去美国的奖学金是因为你打比赛。 - 对,有好的成绩。 - 那你打比赛,你得过的最大的奖是什么? - 最大的奖?呃,奖杯还是奖金? - 啊,奖杯,对,他那是什么名字? - 啊,奖杯叫Rod Lever。 - 啊,Rod Lever以前是一名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网球选手。 - 啊,然后那个奖杯是以他名字而起。 - 然后呢,他是全称叫什么? - 就叫Rod Lever Cup。 - OK,然后呢,他这是一个国际的比赛吗? - 对,是很多国际的青少年都去打过。 - 哦,那是什么时候的事? - 那是去一年半前的事情。 - 哦,那你在哪里比赛? - 在澳洲。 - 在澳洲。 - 然后你特意飞去澳洲打? - 对,我一直飞到澳洲去打比赛。 - 然后你拿的是冠军。 - 啊,冠军。 - 哇,好棒哦,好棒哦,你都给新西兰争光了。 - 新西兰和澳... - 对。 - 对吗?是吗? - 那你今年,你今年多大? - 啊,我今年十七岁。 - 十七岁。 - 十七岁。 - 你才十七岁。 - 对。 - 哇,那你现在在哪里上学? - 我在Ulcan Grammar Boys。 - OK,那你是明年去美国是吗? - 对,明年去美国。 - 那是去美国的哪一个大学呢? - 美国叫Queens University of Charlotte。 - 哇。 - 在North Carolina。 - OK,那所以他们就给你提供了这样的奖学金。 - 所以说你去免费地区那边读书。 - 对,他们提供你的学费还有住宿。 - 哇,听起来很棒耶。 - 对。 - 嗯,那你是几岁来新西兰的? - 我是十岁来新西兰的。 - 我刚来的时候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说。 - 嗯。 - 我是从中国过来移民过来。 - 嗯。 - 啊,然后在这里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。 - 嗯,你十岁来的。 - 然后那你是从几岁开始就学习网球呢? - 嗯,也是十岁。 - 是我刚来纽西兰的时候学。 - 有一次呢,我爸爸和他的朋友在打球。 - 嗯。 - 然后一看,哇,这游戏感觉不错嘛。 - 嗯。 - 然后我就凑进去打了两下。 - 啊,我爸爸的朋友一看, - 哇,这个小孩很有天分。 - 是吗? - 然后他就跟我爸爸说, - 你应该叫你儿子试着学习网球。 - 嗯。 - 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学习网球。 - 然后我非常热爱这一门体育运动。 - 那你是刚开始去拿起那个网球拍,你就,你就喜欢了? - 对啊。 - 啊,因为我,而且我刚拿起网球拍我就会。 -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基因。 - 那你觉得是什么? - 你觉得,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? - 你觉得是一种gift吗? - 天分吗? - 嗯。 - 希望是,我觉得应该是,应该是。 - 那你十岁到新西兰读书,你觉得在新西兰读书好玩吗? - 非常好玩。 - 为什么? - 在中国,对,大家都很守纪律,很听话。 - 到这边,我马上变得非常调皮。 - 因为我很喜欢有自由感,然后我爱去做我做的事情。 - 对,中国还比较注重一点,就是教育方面。 - 但是这边,课外活动还有体育项目,他们非常注重。 - 这也是我的性格,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。 - 那你是不是很喜欢玩那些很冒险的一些运动? - 对,对。 - 比如说什么? - 我从小的时候到纽西兰来,我不只光打网球,我玩了很多不同的体育运动。 - 比如说? - 冲浪,滑板,风帆,拳击,击剑,我都玩过,我小时候。 - 滑板的时候,而且我受过很多伤,比如说滑板的时候,我把我的筋拉伤过,然后也骨折过,拳击,你也知道脸会被打伤。 - 反正我,但是我都很喜欢,又很喜欢挑战自己。 - 可是你不会害怕吗? - 不会啊。 - 因为我觉得听起来,我觉得好冒险的,我觉得听起来好害怕。 - 我喜欢冒险的东西,很有挑战。 - 而且你10岁的时候来了这边,那你,因为我相信你在国内肯定不会玩这些冒险的东西。 - 不会,所以这些对我来说都很新鲜,所以我想去试,而且这边小孩都玩这些,所以我想跟他们一起玩。 - 这样子可以跟他们交集。 - 哦,所以说你的骨子里面就留着一股爱冒险的血液。 - 对。 - 哇,听起来很棒。 - 那因为你总是会玩一些冒险的一些活动嘛,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,比如说很冒险的,然后很很惊险的一些经历,有没有? - 有,因为我小时候玩了帆船,玩了挺长时间。 - 我记得有一次从Marine Bay要开到Wangapura,那是一段很长的距离在海上,而且那天海风非常大。 - 我开的帆船是小帆船,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小帆船在海上漂流,是挺危险的事情,就一个人,我一个人。 - 所以我船翻了很多次,但是你要坚强的把船再翻过来,然后再重新再开。 - 然后到最后我还是到了目的地。 - 哇。 - 对,那天下暴雨,而且风最起码有五六十公里以上。 - 那你是自己一个人对吗? - 一个人在海上,没有人帮助我。 - 那你没有担心,就是不会有恐惧吗? - 有啊,有担心,有恐惧啊,但是唯一的动力就是,我想到那边,我想把这件事情马上结束掉。 -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完成这一项目。 - OK,所以说,但是你知道,我现在听起来,如果说我把我自己置身于那样的一个情景里面,我觉得我真的,我真的好害怕。 - 你会哭吗? - 我会哭,你生吗? - 不许取笑我。 - 对,我真的会哭,因为你想,什么人都没有,没有人可以放弃我。 - 然后如果我想放弃的话也不行。 - 你不可以放弃,你在大海中央你怎么放弃游回去吗? - 对啊,所以说听起来真的好。 - 你还是坐在帆船上,开着帆船好一点,快一点,更快。 - 对,所以说我觉得你的适应能力很强。 - 就是你可以马上从一个,进入到一个新环境,然后去适应这个环境里面的一些culture, - 对。 - 然后去适应他们小孩子,其他小孩子在玩什么,然后你也跟着一起玩。 - 对。 - 我觉得你真的很,很有这种冒险精神。 - 对。 - 我从小都是这样子。 - 比如说,我打拳击。 - 我一开始学的时候,你一开始学不应该去到那个拳击,圈里面去跟别人比赛。 - 但是教练说,那天没有人。 - 然后我说,我想去。 - 虽然被别人打得稀里哗啦,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我, - 还是非常感觉狠心的,我今天得到了。 - 是得到脸上有点伤,但是我得到的是,就是我去挑战自己。 - 所以你喜欢挑战自己。 - 所以那你打网球,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挑战吗? - 对啊。 - 比如说,我在哪一个level,赢了很多比赛。 - 就是你不是说就是你会感觉,你会感觉boring。 - 但是你想去更高的level去挑战自己,去跟更好的人打。 - 这样子你自己会更多的进步。 - 要是你一直控制在一个圈子里面,你天天赢别人。 - 那有什么意思呢? - 那你每天的训练是什么样子的? - 你会天天都会去打吗? - 去练习吗? - 对啊。 - 从我把网球,我差不多12岁的时候是真正开始职业的打网球。 - 天天训练差不多三四个小时。 - 因为那个时候学习还不是很紧张,这边的学校不是很紧张。 - 所以我天天训练三四个小时,两个小时体能训练,两个小时打网球。 - 然后周末比赛。 - 每天每一年都是这样子。 - 哇哦。 - 所以也是要把... - 所以很吃苦。 - 对,也要把很多的努力付出进去。 - 你不光是要有天分,不光是要有... - 天分是一种优势,但是你没有努力真的... - 一样也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成功。 - 那Devi,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网球老师,广告之后。 - 广告之后,我们再回来。 - 广告之后,谢谢大家回来。 - 广告之后,谢谢大家回来。 - 我可以啊,我有三个老师,我有过三个老师。 - 第一个老师,我非常幸运,他以前是纽西兰的第一名。 - 哇哦。 - 对,他以前是纽西兰,他以前在全世界排前100名。 - 嗯。 - 然后他给我打了很好的基础,因为他每一个方面都非常正确,想法正确,动作正确。 - 嗯。 - 然后赢到我网球到一个很好的地步。 - 嗯。 - 但是,我换了一个俱乐部,我也换了一个教练。 - 第二个老师呢,他以前教,但他现在是在教世界全50名有一个选手。 - 所以,他在德国也教了20多年,所以他非常有经验。 - 因为在欧洲教的老师,他都非常注重身体,注重力量上的,还有爆发力,这一方面。 - 所以,他教会了我很多,比如说速度,脚步,力量,我进步了非常快。 - 嗯。 - 然后我现在的教练呢,他更好,他是以前纽西兰国家队的总教练。 - 他现在退役下来,教我们的青少年。 - 他,因为现在我的动作,还有我的技术都成型了。 - 嗯。 - 所以,我,他教我的东西都是脑子上的,比如说心理啊,战术啊,这些东西很高级的。 - 嗯。 - 所以,我非常幸运有这三个老师,一步一步的把我提高上去。 - 所以说你的三位老师都是名师。 - 对。 - 所以我觉得戴比真的你,嗯。 - 我觉得我没有浪费一点时间。 - 对,你没有浪费时间。 - 没有。 - 对,然后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,很适合,因为,因为你真的很幸运。 - 对。 - 对。 - 我也觉得很幸运。 - 那这三个老师里面,你最喜欢哪一个? - 我最喜欢现在这一个,因为他是最,呃,对我最好的一个。 - 嗯。 - 因为,在基,在教我基础的时候,要很守纪律,你要老师说什么,做什么。 - 我是比较散漫一点的人。 - 嗯。 - 所以,呃,那个老师对我非常严格。 - 嗯。 - 但是,对,我,我现在想想,老师还是对我好。 - 但是,现在我所有基础都打好了。 - 呃,老师可以对我比较,呃,放松一点。 - 或者是,呃,就不用这么守纪律。 - 嗯。 - 所以,我,我感觉我现在最喜欢我现在的老师。 - 而且他比较懂得更多一点。 -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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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 -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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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 - 那,David,你有没有,呃,遇见过,或者见到过,这个世界上顶级的教练? - 有啊。 - 嗯。 - 呃,我去过很多不同国家的,呃,训练基地。 - 澳洲,呃,哦,对,欧洲,我去西班牙,巴塞罗纳。 - 嗯,世界,以前世界第一名,纳达尔,他小的时候在那个训练基地训练。 - 嗯。 - 然后他的教练在那边教。 - 嗯。 - 那我正巧去的时候,纳达尔的教练正好在那边教课。 - 所以我非常幸运,呃,我和他上了一堂课。 - 哇。 - 然后学了很多东西,就一堂课里面六十分钟学了非常多的东西。 - 他真的很聪明,呃,他找出我的缺点都是一针见血的。 - 嗯,嗯,所以,这六十分钟里面你等同于,可能很多很多人,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有这个机遇, - 你能够有一分钟跟他的交流。 - 对。 - 所以我觉得六十分钟,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。 - 很满足了。 - 嗯。 - 那,David你有没有最崇拜的人? - 最崇拜的人? - 有,呃,他是我最大,对我网球最大影响的人。 - 那,他是网团上巨星费德勒。 - 费德勒。 - 对。 - 啊,我最喜欢他。 - 因为他的动作像一本教科书一样。 - 嗯。 - 然后他有一种王者风采,他走出来就好像气势就压倒了他的,呃。 - 他的对手。 - 对。 - 他走出来就是跟大家说,我是这个场地的主人,没有人能碰得了我。 - 就这种感觉。 - 嗯。 - 所以我就一看到他就感觉非常有动力,我就想去赢我的比赛。 - 我每一次打比赛之前,我都会去看看他的视频,或者是他的照片,去动力自己。 - 然后想,哦,我也想有一天像他这样子。 - 然后我会去很努力的打比赛。 - 对。 - 我小的时候,因为我很喜欢模仿他的动作。 - 还有,我现在还是和他动作一模一样。 - 但是我小的学习的时候,我模仿他的动作的时候,我根本就不注重我比赛的输赢。 - 嗯。 - 然后我的父母都非常不高兴。 - 啊,你为什么这个球打成这样子。 - 我说,哦,我只想我打得漂亮就可以。 - 哈哈哈哈哈哈。 - 所以你有你自己的追求。 - 对,我有自己的想法。 - 但是呢,我自己的想法也是对的。 - 嗯。 - 要是你小时候动作漂亮,你以后只要慢慢练习,你的,你球自然会打进去。 - 嗯。 - 但是呢,我以后,我长大以后,我知道,哦,我要开始赢比赢。 - 嗯。 - 我喜欢捧着奖杯和奖金的滋味。 - 哈哈哈哈。 - 所以我就。 - 你好诚恳,好诚实。 - 对啊。 - 嗯。 - 哪个人不喜欢。 - 所以,你开始不是注重这些,你是注重怎么样去赢比赛。 - 怎么样去挑战你新的一个境界。 - 那你现在如何看待输赢呢? - 就是输和赢现在对你来说意义很大吗? - 小的时候输赢对我来说根本就无所谓。 - 啊,现在对,现在对我意义很大。 - 现在打比赛,你学了这么长时间为了是什么? - 你就想得到一种认可。 - 为了是,为了是,为了是就打两个黄毛球吗? - 没有啊,你是想去赢比赛,你是想去得到成绩。 - 除非你是业余打球,你就打着玩玩。 - 但是我从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,花了这么多的心血。 - 我为了就是去赢我的比赛,去创造我的成绩。 - 说得很好。 - 你父母会不会对你很严厉? - 你父母对你希望是不是很高? - 我觉得小的时候,他们对我期望挺高的。 - 因为他们一看,哇,儿子这么有天分。 - 他以后一定会成为最起码前100名选手。 - 然后父母都是花很大的心血,很大的资金投入给我。 - 他们期望特别高。 - 但是呢,他们同时也抓住我的学习,在学校也要做得很好。 - 但是你想要是成为网球选手的话,你必须牺牲你的教育一方面,或者牺牲你的学校一方面。 - 你要就是full time打网球。 - 那你在学校功课好吗? - 我在学校功课不错。 - 大部分的网球选手,就是在我圈子里我都知道,大家都学习挺不错的。 - 我觉得这很奇怪,因为你们有很多的时间去训练呢。 - 那又怎么可以让我们学习? - 很多人都问我们这个问题。 - 但是你想一想,要是同样一个学生,他放了学,走回家花上差不多40分钟,或者是在外面吃吃麦当劳,跟朋友谈谈话,一个小时,一个半小时就走掉了。 - 但我们在这个时间,在训练,我们把这个时间节约下来,然后回家,同样还是差不多五六点钟开始做功课。 - 所以我们没有浪费任何时间。 - 所以说当你们去学习的时候,你们就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去学习。 - 那你们不会很累吗? - 因为你们用了很多的精力去打网球吧,然后研究怎么比赛,怎么个技巧,然后怎么打得漂亮。 - 那然后又花很多心思去写,去应付功课,你们自己能应付得来吗? - 一开始我小的时候一直上课打喝水,或者是反正很累的感觉。 - 但是你慢慢会适应,你长大之后,身体会强壮,会去适应这样子的条件。 - 然后你就开始感觉没有什么,就是很正常的。 - 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已经适应了,这样一种方式。 - 要是你一般人的话,你想马上就是天天打三个小时的网球,然后又网球刚打完就去学习。 - 那真的非常痛苦,你眼睛都睁不开了。 - 那如果除了建议大家打网球,那还有其他的你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吗? - 比如说对自己要有信心啊。 - 哦,还有比如说打网球的时候,你会输很多不该输,或者是很接近的比赛。 - 嗯。 - 然后你会感觉非常痛苦,非常内疚。 - 但是你要承受着。 - 就像活在地球上,每个人都比如说需要食物,需要钱。 - 但是在那困难的时候,你要是承受着,不要放弃,就有正面的想法,然后找到动力。 - 然后你自然会走出困境。 - 困境。 - 困境,对。 - 说得太棒了,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年轻人。 - 谢谢。 - 祝福你去美国的道路,希望你的人生更加的绽放光彩。 - 谢谢。 - 谢谢呆玲,谢谢大家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见